好 如果還沒有拍的話 今天請大家務必一定要拍喔 對 我們回去就看照片點名 如果有簽到 卻沒有拍到照片了 就知道下次要怎麼辦了 下次要怎麼辦 下次喔 可能要拍三倍吧 那個是我們上 今年前半年的一個活動 一個行銷活動 大家可以直接找Foxyeta Foxyeta.com 還Foxyeta.org 他應該已經跑到這裡了 直接找Foxyeta.org 他就是有很多貼紙可以讓你貼到 可以讓你分享出去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然後 剛剛那個影片 也是這陣子才出現的影片 他是Foxyeta.org開箱文 然後他好像是一個就是很有名的開箱文的作者 就是專門在拍開箱影片的作者 對 那 大家有發現字幕到了一半之後就壞掉了 那就是我們下半場來解決的問題之一 那 感謝大家 今天的2015軟體只有日 就是 欸 那個門口那會請他進來嗎 蛤 對 那但是 他進來了之後等一下 等一下可能就會有人在外面喊 所以說等一下就是要有人可以去過去幫我喊了 嘿 對 好 那 那我們軟體只有日已經辦了四五年了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就是第一年的時候跟他們申請來的旗幟 已經變成這個殘缺了 對啊 因為這個我昨天查了一下從08年開始 我們可能也是那兩三年就開始開始犯了 那過去我們曾經有做過 SFD 有做過Colrush在電影院的播放 有誰有去過的嗎 四位 那是前年的事情 然後有翻譯過Sumo的文件 應該是去年的事吧 應該是大前年的事情 對 然後去年是 然後有在 呃 那個什麼廣寺 有在那個什麼 台大那邊那個 那個那個教堂那邊 對 好 沒關係 好 今天反正總之歡迎大家今天一起 跟我們一起來過軟體自由日 其實是昨天但是沒關係 對 是9月19 那我們今天這次很高興可以到微軟這邊來 來辦這個活動 那為什麼會到這邊來辦這個活動呢 是因為現在同時 Bibus 40 在上個月應該是一兩禮拜前釋出 那那個是第一個就是相容Windows 10的版本 所以我就有 就有 就有 全世界各地就有好幾個地方一起 就是 以Windows 10的Bibus 為主題來舉辦的這個活動 然後剛好進來 微軟也對 開源軟體有很多很多的支持 跟 貢獻嘛 微軟其實有蠻多 最近有蠻多新的開源軟體 或者是服務的 那所以我們也請他們 等一下會有 會用上官來跟大家介紹微軟體 開源服務 好 那 我是Irvin 如果大家也不知道的話 那 我是現在Maila這邊的聯絡人 如果有任何事情找我就對了 那 如果你想要幫忙做什麼事 幫忙做事 但你不知道做什麼事 也是來找我 然後今天的照片跟影片 如果你發推特 或者是Facebook 請tag這個tag MOZTW-SFD-2015 然後你看下面很淡很淡的 有上市FOXS的照片 如果有照片 可以幫我們上傳到這個 freakergroup freaker.com 斜線group 斜線MOZTW 那我們全部的東西都會收集在這裡 那今天 剛剛有拍到Facebook的照片的人 也可以到這邊來看 等一下會上 就是 會後會把它上 通通上到這個地方去 那我們是Maila台灣社群 有人不知道的嗎 我們是這個網站的 維護這個網站的志工們 對 從04年開始 好 那 因為時間 因為時間很趕的關係 所以說等一下就 等一下我先放一部 Fivebox的介紹影片 那我們今天的流程是這樣子 先 先 有 一個演講的part 先有一個演講 一個演講的section 然後中間會有中場休息時間 接下來 接下來的會有 L10N工作坊的時間 那工作坊的時間 等一下會分兩間 這一間跟 等一下轉角過去那邊有一間 比較小間的教室 對 那 有一半的人會留在這邊 一半的人會去那邊 那這邊會是 做跟影片有關的東西 那邊會是做跟 Fivebox輔助說明文件有關的事情 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先 開始放這部影片 OK 給它們 讓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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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一定不會像每個 爭取 每個零件 每個陶件 每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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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形狀 每個掌握 每一、每一、每一、 這是更多的一個盒子 這是一個盒子建立從心裡 由千萬人們提供自己的手 為自己的自由在網路上 歡迎來到Firefox 這是到目前為止最新的一部Firefox這影片 大家有注意到時候就是 我們剛剛放的那個開箱文的影片 跟這部影片都是英文的嗎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還沒有人把他的中文字幕做完 那剛剛那個開箱文的影片 他的字幕有一半是壞掉的 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我們只修到前半段而已 後半段還是Google 就是自動判斷的那個字幕 所以等一下有 等一下 第二個Pod的時候會有一半的人留在這裡 那就會跟我一起 我們來把這些影片的字幕給處理掉 看是要把他的英文修好呢 或者是要把他的英文字幕翻成中文字幕 或者是要把中文字幕 已經有人翻譯了 但是我要把他更改的 更流暢更順暢這樣子 那過去大家所看到的所有 都有Moeira的影片 有這種中文字幕的影片 都是這樣子做好的 那我們今天第二個成員會有這個部分 那你看剛剛 我們這邊是Moeira社群 那Moeira的全身各地有很多很多這樣子的社群 在世界各地每個國家都有 那大部分的社群都做了 都負責就是翻譯Firebox 然後還有他的文件 還有辦相關的活動 這樣子的事情是就是大概全身各地的社群 都是會做這幾件主要事情 那為什麼我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Moeira有個任務 就是要維持我們的開放 為什麼我們的創新 對那這是Moeira的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說 為什麼我們Moeira會今天 Moeira今天會在這裡 然後會有Firebox這個軟體 然後我們大家會一起在這邊 有軟體自由日 然後等一下第二個station 會花一點時間來協助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都是為了這個事情而努力 然後而認同這件事情的人 好第二個今天是軟體自由的 那軟體自由就是 oh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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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8年的時候的軟體 有一個Software Freedom Initial還是什麼的 SFI 他們所發起的活動 然後就決定說就是要在9月的時候慶祝 9月的第二個禮拜第五慶祝 自由軟體 軟體自由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台灣也 推廣了軟體自由這件事情 推廣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那很高興今年 有 開放文化基金會成立 對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這邊有 Bub 他是開放文化基金會的理事 然後大家 終場的時候可以跟他 好好聊聊 就是這個基金會在台灣 然後我們要做些什麼事情 來 然後要怎麼樣去推廣 軟體自由開放文化相關的理念 這樣 好 那 今天為什麼會在微軟這邊 我們剛剛有講過嘛 這是 第三 今天有軟體自由日 然後還有 在微軟這裡 為什麼會在微軟這裡 我們剛剛稍微有提過 就是 其實就是Fivebox 40 是Windows 10 像是Windows 10的版本 那 因為Windows 10也是在今年釋出 那我們也很高興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版本 所以就是 今天很高興就是 微軟能夠借我們這個場地 然後一起協助這個活動進行 那 也是我們在 也是我們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到這裡 到這裡來 然後 在微軟欺助軟體自由日 有沒有一種衝突 多美 對 希望大家 希望以後 能夠很常有機會到這裡來 就是 有更多更多其他的活報 好 那 接下來 我們會先請 微軟的 上官 來為大家介紹兩個題目 介紹一個題目 是先哪一個 先那個 軟體 自由軟體 OpenSource軟體 對 先介紹微軟的開源軟體 我們總共今天有四個螢幕 對 好 那就 上官再拿 欸 HALLO 先交給你吧 好 舉牌消極在這裡 哈哈哈哈 就不用了 下台來就沒用了 啊對齁 這裡面 禁止飲食 所以請大家就是 不光喝東西 然後中場再到那邊就喝東西 對 然後 洗手間在哪裡啊 出去之後 那個 玻璃門外面 然後一邊 這邊是男側 那邊是女側 然後玻璃門是需要有人 暗塵進來對不對 啊 對 所以上廁所請結辦同行 哈哈 對對對 好 大家好 我是Eric 那 也許有些人知道我叫上官林傑 他說我的本名 所以有人稱我叫上官 那我常常在社群中用的ID是ERICSK 那我目前在台灣微軟做這個Technical Evangelist 就是技術傳教士 那剛才 ERBIN介紹說這個開源的活動啊 或者軟體自由日在微軟辦是不是有個衝突美 也許 兩三年前以前的微軟 大家會有這種感覺 但是這兩三年其實微軟一直在轉型 自從我們換了CEO去年 2014年的2月換了新的CEO之後 其實我們整個公司的策略做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變成 過去微軟研發產品 就是說 自己做了一個平台 也許就是大家熟知的這個Windows 然後接下來我們做的所有的軟體 都是在secure Windows的存在而做的 這是過去兩三年以前微軟的使命 那當然 40年前Bill Gates創辦的時候 他的精神是希望每個家庭都有PC 然後微軟是可以讓這個PC更好用 但是 我們自從換了新的CEO之後 他重新定義微軟這間公司 是要做productivity跟platform的公司 然後面對的世界 40年前Bill Gates看到的是PC 在進入家庭很重要 那40年後 這個我們的新的CEO Satia Nadella 他期望 他看到現在的世界 其實是一個mobile first 跟cloud first的環境 那他在上任之後半年內 他就發了一封信給全公司的員工說 我們接下來要做一間 productivity跟platform的公司 所以呢 我們正在努力的把微軟這個 當然已經成立了 將近 已經40年的一間 很有歷史的公司 那不管從公司層面 還是我們的軟體開發 因為其實我們從 創辦的第一天 就是一間軟體公司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軟體開發資產 那其實在我們變成一個platform的公司之後 其實有很重要的學習 其實就是我們看到為什麼 不管自由軟體也好 開源軟體也好 今天可以這麼的蓬勃發展 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社群的貢獻力 不管是用什麼方式的貢獻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就是說開源這件事情 不單單只是把程式碼打開而已 更重要的其實是有社群 是有ecosystem在運作 不然你把程式碼打開 完全沒有人維護 它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 好 所以呢 最近大家可能看到很多微軟的改變 首先 微軟將很多過去自己的軟體開發資產 不管Windows也好 Office也好 甚至各式各樣 或者是這個project 本來不是微軟initiate 可能是社群initiate的project 微軟都去參與 所以現在 微軟在GitHub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project在GitHub Microsoft的這個Repository下面 那其實你往下面拉 不只是Microsoft這個 下面還有非常非常多 包括過去的open technology 既然講到open technology 我也可以稍微帶一下 就是說過去微軟本身還沒有這麼 就是說擁抱開源 或者是走向這樣子 platform的公司的時候 當時要做一些open source的事情 難免會跟公司的一些商業的部分有些衝突 所以之前成立了這個子公司是叫open tech 但是今年 今年大概一年初三四月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公司其實它階段性任務已完成 它回歸到微軟的這個公司架構之下 這個動作並不是說微軟從此就放棄做開源的事情 而是如果我們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擁抱開源的公司 為什麼還要再成立一間開源子公司 所以這個是執行長他等於說讓open tech完成階段性任務 回歸微軟的一個重要的宣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各式各樣 過去你聽過 不管你是從什麼角度認識微軟 你都可以在上面看到我們已經很努力的 而且不斷的把這些過去的軟體資產放到這個github上面 而且大多數如果是微軟自己原本的這些open source project 像是darnet,darnetcore,asp.net等等 把它開源之後 你說開源之後不是只是把程式碼打開放在github 就叫做開源精神了 我們還要有人去維持這個ecosystem的正常發展 所以呢 成立了一個darnet foundation 就像mozilla有mozilla foundation 然後大家常見的這個有apache foundation 其實就是要有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的公司 他去負責當全世界的社群對於微軟 對於darnet有任何的contribution 或是任何的建議的時候 他來做一些整理 讓這些意見跟contribution可以合併回這些各式各樣的project裡頭 那微軟當然他自己的商業的公司的部分 他有contribution也會貢獻到這個darnet foundation的這些project下面 那當然微軟如果說是商業軟體賣給企業 他還是要有一定的這個服務跟保障 所以這個是在商業公司和開源社群上面合作 這個從去年開始的一個產物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由opentech這個子公司來做 跟開源相關的東西 而是跟其他社群的人合作成立了一個darnet foundation 來讓微軟的這些開源的軟體 可以這個很 就是他的生態系有人有人在顧 所以你可以看到裡面 其實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部分 微軟研究院 甚至微軟研究院自己的很多research的project 都open source在這個裡頭 還有IoT現在很紅的一些internet of things 那個微軟也做了一些 像大家也知道window10現在可以在resperypi2上面run起來 那也可以寫這個application在上面跑 用javascript也可以 所以還有很多的部分 那除了獨立的這些軟體 分別open source之外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去參與討論 或是checkout下來使用 另一方面當然 如果你需要一個platform 然後 我動到了 是我每個的動畫 沒有 我又出來了 我又消失了 好 好 那 對我來講 我們的platform 其實大家以前都很熟悉了 我們已經有windows 然後也有office 其實過去大家都覺得它是作業系統 都覺得它是應用程式軟體 但是今天時間不多 我只能口頭帶過說 其實現在windows office 從微軟的角度來看 這些東西都已經是platform 而不只是單獨的應用程式 所以你剛剛在上面的 微軟的github下面 你也可以找到很多office相關的API 你可以去extend office 然後用很多不同的語言 javascript等等 windows當然也是 那另一方面在cloud serverside呢 或是我們講cloud端 我們也有azure的這個 雲端服務 那叫microsoft azure 那不是只有用windows 跟用datnet的開發人員 或是使用者才能夠用 這樣子的雲端服務 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 我隨便舉例這個ubuntu的linux 我們可以看到 你現在在azure上面 已經可以用到 最新的這個ubuntu server 那provider就是canonico公司 並不是微軟自己拿光碟來裝的 這個我們當然是跟官方partnership 然後來合作提供服務的 所以大家可以相信 這個服務的水準 然後還有當然像是 很最近非常火紅的Docker 我們也是合作 然後還有跟Docker的官方 這個社群 Docker CEO 來合作提供Docker服務 在我們的azure上面 好 那最後 因為我想時間還是很多 可以留給大家討論 那最後我要介紹的是 對於開發人員來講 如果現場有一些 重量級或輕量級的開發人員 其實微軟今年推出了一個 新的編輯器 optimize for coding的編輯器 叫Visual Studio Code 因為過去大家一聽到Visual Studio 想到的就是 只能讓在Windows上 只能寫搭內 然後它很肥 那所以呢 這個 微軟今年呢 從 那個GitHub的Electron專案 修改 修改了一個 產品 叫做Visual Studio Code 那 因為它從Electron 修改過來的 所以它可以 run在Windows 然後Linux 還有OS10上面 所以 比方說我這台電腦 OS10 我download了Visual Studio Code 之後 其實它就是一個用來 讓你可以寫很多 程式語言的 這個編輯器 那它 因為是optimize for coding 所以它還是有一些 跟寫code 相關的feature加上去 像是 然後open整個folder 成為一個 project的目錄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程式碼 是一個 None.js的JavaScript程式碼 那我們在Visual Studio Code裡頭 我甚至可以很簡單的 就把這個 這個Nodejs的Application run起來 它這個很簡單的 HTTP的Server 所以 run起來 可以run 沒有問題 那除了執行 只有執行 當然沒有什麼 我們當然 微軟過去做了很多 在開發工具上面的貢獻 既然敢把它的名字叫做Visual Studio 當然要 把一些Visual Studio中好用的功能 放進來 不只是 這個 不只是這個 Intellisense 就是 你在打程式碼的時候 有這個 Intellisense的顯示 這當然是很基本的 那 另一方面 我們還可以 設中斷點 比方說當我程式 在這邊的時候 我設一個中斷點 執行起來的時候 然後 我可以直接在run time做 debug 好 所以 當我程式鬆斷在這邊的時候 目前的local的 variable 我都可以在這邊 去做 檢測 或是用一些 console 去看一下現在的 context 可以做怎麼樣處理 所以這個對於 就是說 不管你是拿什麼樣 機器的開發人員來講 我覺得 都是一個非常 好用的工具 而且它非常輕巧 所以 你安裝的過程 你應該不會覺得像過去一樣 Visual Studio 因為功能非常多 所以要裝很多東西 它就是一個 Optimized for coding的 editor 所以其實它不會 有太多的東西 那當然 包含版本控制 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這個編輯器 內建了這個 Git的版本控制的支援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 做扛密 OK 所以 面對這些開源的項目 其實 我們在 現在的這個微軟來講 已經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微軟很多新的東西 甚至 研發的成果 我們都慢慢的 把它 放上來 隨便舉幾個例子 像 Node NodeJS 大家知道 過去是這個 它開發起來的時候 它是用V8 就是Chrome Google Chrome用的這個 JavaScript引擎 那微軟自己做了一個 Chakra的引擎 所以 我們做了一個 比方說做了一個版本 去Folk 原本的Node 這個 Project 然後把引擎換成Chakra 加入了一些像是我們 微軟過去把Chakra Engine放在 Arm 過去做Windows Arm的 Process上面的一些 支援 那甚至是 一些像是前段工程師來講 今天也許很多的 Web Developer 也許很多人 CSS Framework 也許有些人喜歡用Twitter的 這個 Bootstrap的 CSS Framework 那Office Office 365 Team 因為做了一個 很完整的 一個 Web 的 Application 所以我們也把 Office的這個 Web Application的 UI 看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 Sample的圖片 我們就把一些 Office的 O365的這些 一些CSS Framework 把它釋出 這也是最近 釋出的這個 JavaScript的 還有CSS的 Framework 那這些我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裡面用到的 一些 專案編輯 Task的Management 也都是用這些 Open Source的Tool 所以並沒有說 一定要 限定什麼樣的平台 Windows 還是什麼樣的工具 才可以使用 所以 你從這些 不同的Project裡頭 慢慢慢慢可以感覺得到說 現在的微軟 其實 還是在跟大家強調 我們本質上 就已經 要走向 因為當然40年的公司 不是今天 說一句話 隔天就會變成全 Open Source的公司 一步一步 慢慢的 也不能說慢慢 其實都加快腳步的 將 讓微軟這間公司 是在整個 開源的Ecosystem中 扮演其中 一間軟體公司的角色 所以 我們提供很多的工具 讓開發人員 讓使用者 來使用 那也是期望大家可以 用這些服務 用這些工具 來打造更多的 好用的軟體 或者是幫助更多的社會 好 那 我的部分大概 先講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關於Web的部分 我等一下留到 下一個 講Edge的段落的時候 再跟大家做介紹 請說 請說 所以現在 Web的Folk出來的Node版本 那個Chakra暗影顯示 還有 就是獨立的 沒有Murge回音 官方 目前還沒有 對 目前的那個Chakra的部分 還是在Web的Folk出來的 那 會有這樣的想像嗎 我不知道 我沒有特別的去Follow這一塊 不過可以看一下它的 一些 上面的討論 就發個Pool Request的說 我要把Chakra換掉 換掉A吧 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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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然後就會吵架了 那 OK 請問一下 那個 剛剛說到Azure上面有提供物方體嗎 對 那 關於這一點你們這邊是怎麼處理 其實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Azure這邊的官網上面 你看到的一些 這些 非微軟的軟體 或者是Server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 絕大多數都是 它背後的母公司 或是觀光公司 來提供support 因為對微軟來講 我們 商業公司 出去給客戶的話 不是只有 跟它收錢而已 大家過去想到微軟 就是想到說 賣東西出去就是收錢 其實不只是收 對微軟來講 東西出去之後 是很重要的 一塊是售後服務 就是客戶服務這一塊 所以為什麼我剛強調 Ubuntu是Canonical 有參與這個協助 就是因為到時候 真的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有官方可以進來協助 所以對於其他的這些 各式各樣的open source 我們的抱持的角度就是 第一個 這個project有沒有背後的母公司 可以一起來合作 願不願意跟微軟來合作 那其實你看 就算非開源的Oracle 過去跟微軟是死對頭的Oracle 其實在Azure上面 它也有合作推出它的服務 那Oracle的東西壞了 當然是 可能微軟這邊 Oracle這邊 都有這個 要進去來看一下問題 那比方說像Hadoop這樣子 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在Azure上面 那我們其實就是跟 一家專門做Hadoop solution的公司 Hotter Networks來合作 所以我們的態度當然是希望 Developer如果喜歡的東西 我們都盡量的上去 但是前提就是 既然掛微軟的牌子要在Azure上面賣 有沒有母公司的支援 然後再來就是有沒有合作夥伴 如果這兩個沒有的話 微軟自己來弄這些東西 有時候會有一些license的問題 或者是支援程度的問題 所以我不能說現在沒有 或者是說現在 其實你在上面找 好 你可以看到是有Community 提供的一些Image檔 誒 剛好 剛好Devian沒有 我記得 誒 誒 之前我們有一個那個 市員是不是貢獻一下 VM Depart 我只是很好奇 就是 因為像Devian這樣 是沒有實際的公司 對對對 其實 之前在OpenTech 那個獨立運作的時候 我們 OpenTech 有設一個叫 VM Depart的網站 它可以讓Community去 審密 你做好的一些Image 那 像這上面也是有一些 VM Depart 這個是說明頁 這邊 那 那因為是Community提供的 我們只能說 這個可能Community 有人測試過 可以用 但是 微軟就不負責它的一些 上 比方說穩定度 或是服務水準 好 所以 為什麼像剛才Search Debian 可能沒有 就是 這邊應該會有了 應該 9個 Debian 好 For Asia 這個9月18號 那其實這個都是Community 上傳 如果真的想用 還是可以用 這個Image的規格 都是OK 可是問題就是說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可能就要自行 去 troubleshooting 好像FreeBD 可能也是類似的狀況 背後並沒有一個 商業的公司來 來提供 可是 還是有社群的人 會summit這些Image 來 提供服務 所以 我們對於 就是說 如果今天像Azure上面 提供的這些服務 微軟策略很簡單 微軟自己的東西 當然我們就自己會 有這些售後服務 那 非微軟的東西 我們就是找 母公司 或是他有沒有一些 做這個產品領域 非常強的一個 合作夥伴 如同我剛才講 Hadoop的例子 我們就是跟Hotter Networks 來合作 所以 對 也許將來有一天 可以跟一個 合作夥伴 來合作 在Azure上面 提供 Debian的服務 但是 currently not 好 舉牌小姐已經要趕我下台了 大家還有問題嗎 沒關係 反正你還有第二次 我還有第二個Session 那等一下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Focus在Web還有Browser這邊 好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是 Bub 舉牌小姐 對 舉牌小姐會自己 舉自己的牌 到底會不會趕自己下場呢 你可以自己拔自己的線 對 那Bub會跟大家介紹 Fivebox OS A檔 對 因為Fivebox最有名的就是套件嘛 曾經最有名的就是套件嘛 對 現在沒有那麼有名 因為大家都有套件 而且大家還都用同樣的語法 招了個高 所以 交給你囉 好 你先自戒一下吧 不然沒有人認識你 對說得也是 大家好我是柏強 那那個 我在網路上面的ID是 BOBCHAL 那B大姐西大姐 中間沒有空格 那我自己在MozDiA裡面算 就是做志工服務蠻久 中間有一陣子 跳去MozDiA做了一陣子 一下下的 受薪的 有拿錢的員工 然後又跳出來 就我又跳進來啦 我又跳出去啦 然後我要笨蛋 但是就算離開MozDiA 做我一個 繼續做我一個志工 我還是蠻有在關心的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FiveboxOS Add-on 但是很遺憾的呢 我今天不會有Live Coating 因為十分鐘後 你要叫一下Live Coating 萬一又出了什麼錯 那好像很糟糕 所以我只會大概介紹一下說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大概可以怎麼寫 那在此之前 先問一下 各位在座的各位 會寫叫做Script舉手 會一點點就好了 幾乎絕大部分嘛 OK 謝謝 基本上你已經會寫 已經會寫基本的 FiveboxOS Add-on 非常非常簡單 因為它就是Pro JavaScript 好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 它到底怎麼來的 Add-on 在 Browser 這個世界裡面 已經是算蠻為人所知的東西 所有的瀏覽器 所有喔 現在都有一個類似 Add-on 的方式可以用 就是附加元件 或者說擴充套件 那你可能會拿來擋廣告 像現在 iOS 9 出來以後 大家都想要搶著去裝 當廣告 然後還有像是 你有可能拿來抓 不被允許抓的 YouTube 影片 你有可能拿來 就是為了要讓你 工作上面快速一點 所以拿來做一些 雜一打吧的東西 好 這是 Add-on 那像我自己 就裝了一大 對不對 Add-on 那我下面這邊 還有很長很長的 list 旁邊有看到 我的那個 對 但都是 disable 掉了啦 因為是拿來測試的嘛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東西 拉到 Firefox OS 上面來了 那到底在 OS 上面來講 到底一個 Add-on 可以拿來幹嘛 或者有什麼好處 因為說實在 OS 既然是 OS 它不就可以裝 App 嗎 那這樣到底我要一個所謂的 Add-on 到底幹嘛 但實際上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遇過 至少我來講 我有很多很多小的 Feature 是我很需要 那別人不見得需要 所以一般的公司 可能不見得會出 或者說也沒有什麼程式設計師 大概他們也懶得鳥膩 但是你自己覺得說 其實我會一點點耶 那我好像可以自幹 一點點的話好像沒什麼關係 多的話我做不到啦 不過一點點我好像可以 那在 以前在網頁的時代 你可能想說 OK 我寫一個 User Script 我可以拿來放進 我可以拿來放進網頁裡面 然後就做到一些事情 好 那現在你可以做得更全面了 你可以一路到 App 裡面去 去 Hijack 別人的 App 當然會有可能會有安全性問題 這個地方會有要顧的東西 那你可以 Hijack 進去人家 OS 裡面 那所以說 在以一個 Web 整個 Web 來作為 Web 技術來作為 OS 的 作為系統裡面 來寫 JavaScript 那它的好處就是 第一 真的在寫 JavaScript Just like Web 就是不需要去背一些 扎一扎吧有的沒有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 Web 沒有什麼兩樣 都一樣 那我其實後面寫著 Just like Web 的時候 我後面覺得 其實應該把它刪掉 因為沒差啊 就是它就是 Web 我根本不用再強調 Firefox Always 就是一個完完全全 用 Web 技術做的 作為系統 它連那個什麼 Unlock screen 下拉選單 就都是 Web 你本來就可以用 跟 Web 上面一模一樣 像 DOM 的方式來 存取上面所有的東西 所以都一樣 那我們可以有什麼想像的 比如說像 我們可以拿來改一些 在手機上面 非常之爛的網頁 像這個 沒有改之前是這樣 改完又是這樣 反正就加裝一些爛 那或者說 你可以在它的 App 裡面 加裝一些 本來它沒有提供 或者是本來它 不想要在這個時候提供 但是你硬要把它 這個時候拉出來 像這是 Firefox OS 上面的 Browser 那它本來這邊 在你一開始開 所謂的 Firefox OS 裡面的 Firefox 的時候 那它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分頁鍵 那實際上你按住 Home 鍵 它也會跳出那個 讓你可以選擇各個分頁的 不過有時候 沒有在上面就有點麻煩 那偏偏 你如果在別的地方按 Link 開起來的網頁 是沒有上面這個分頁鍵的 你就得自己按住 Home 鍵 然後去一個一個關 這樣有點麻煩 所以就有人想說 那不然我就乾脆直接寫一個 Add-down 直接讓它每一個分頁的通 都會出現這個分頁秒 那這樣比較方便 那剛剛有講到說 按住 Home 鍵嘛 按住 Home 鍵以後就會出現 這樣子的程式的選擇 選擇 你可以一個一個選擇 那作為測試的人 你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開了非常非常多頁 那結果沒想到它 全部關掉的時候 你要一個一個一個打插 這樣很麻煩 所以就有一個台灣的 應該是 我猜是 Moco 就是 Moziya 台灣的設計師 就寫了一個這個 空 忘文生意 它就是空 按一下以後 就會所有的分頁全部都砍掉 這樣子 那這也是 add-down 那所以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 add-down 在一個 system-wide 的東西裡面 然後又通通 JavaScript到底可以幹嘛 可以大概想一下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說 我們大概有什麼樣的東西 比如說像 你可以拿來 hack web page 就是像我剛剛講說 有的網頁寫很爛 那它在你的手機上面 弄起來很差 那就把它弄好一點 因為你知道它可能只要加一兩行 我改一下它的 style就好了 那或者說 你可以讓你的 工作流程快一點 或者說 你可以去加強 building and M 那我們就來實際來看一下說 到底要怎麼寫 那首先呢 你會需要 安裝一些東西 那這個投影片會釋出 不過大家來講一下 如果你手上有 FyFast OS device 我猜在這邊的人 連五個都沒有 舉手一下吧 五個都沒有吧 五個都沒有吧 一二三沒有 沒有帶沒關係 超過了 好謝謝放下 刷機算嗎 刷機算嗎 刷機算啊 刷機算 你有FyFast OS 弄在上面的 device 那這樣你需要去載最新的 Nightly 其實是大概二十天前的最新 不過我們都建議你說 反正它還不是一個 準確已經好的 feature 所以就裝最新的 那你的FyFast也要用 Nightly 因為它的WebID有改 你需要用FyFast裡面的WebID 會比較好開發 然後它有改一個連結的方式 所以兩邊都用 Nightly 那接著你要裝一個 叫Lisa的 就是光劍的一個特殊的Build 好 那這個裝這個特殊的Build 你可以上網搜尋 那個FyFast OS Lisaber BOB-CHAO 你就可以看到我寫的一篇中文的東西 然後在我中就可以了 超方便的啊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simple add-down 它是給你做範例的 那我今天會拿這個來當範例 大家解釋一下 在你裝了Lisaber之後呢 你的FyFast OS 會播出這四個 這四個APP 那我們主要用的是Hackspace 那首先呢 FyFast OS的Add-down 它其實就是用 跟Quand一樣的架構 因為現在各位可能已經有耳聞 就是我們也要追隨微軟的腳步 去跟Quand當好朋友了 然後所以說我們也要 就是可以採用Quand的Add-down 那所以現在FyFast OS上面的Add-down 也一樣是用Quand的架構來寫 那它大概的結構是這樣子 最重要的重點大概是這一個 跟這一個 那我大概就只講這兩個 好首先在描述檔裡面 就是你要先去描述說你的程式 到底要拿來幹嘛 以及說使用者裝的時候 他如果出了問題要找誰 那以及說他裡面的結構到底怎麼樣的 那檔案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其中真正的重點 有很多東西你都光看就看得懂 比如說像Man 一個A-Man 應該不用解釋了吧 對不對 一個A-Description 應該不用解釋了吧 對不對 那真正重要的大概就是這一段 就是Content Script的部分 他簡單講就在說 如果我現在開啟的網頁 符合什麼Pattern的話 那我就把我的Squib跟CSS放進去 簡單講是這樣 所以像以這個Case來講 他是說如果我是Gaia裡面的 就是FyFast OS的前端 如果是Gaia裡面的某頁的話 那就把這兩個東西放進去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它可以放好幾組 所以你可以針對不同的情況 來放不同Squib 那裡面接著我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Common Script 那它有幾個問題要處理 那在介紹這兩個問題之前 我先說 就是Common Script 就是Squib 其實就是一段 會在那個App 或在那個網頁 跑的一段JavaScript而已 它就跟你寫的 一般的JavaScript跟我一模一樣 只是說它是放進去的 所以它有一個問題是說 到底什麼時候要放進去 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 我不小心把我的 我的網頁拖走了 糟糕 好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說 千萬不要再上台前五分鐘來做簡報 好 那這是第一個 果然我還是放錯了 OK 這樣才對 好 我們繼續下去 好 由於你在放進AddDown的時候 它有可能是 那個網頁早就已經打開了 然後你才開啟那個AddDown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如果本來想說 那如果假設那個網頁一Unload的時候 一讀取完畢的時候 我就幹嘛幹嘛 那你就會發現說 欸 由於我是在網頁已經讀取完畢之後 所以才放進這個Squiggler 所以你這個Unload就沒有用啊 對 所以說這個時候我們通常 這沒有很好的解法 不過我們通常都會這麼做 如果假設已經有Document Element了 我就wrong 我就不明所謂的就wrong 那或者如果還沒有Document Element 那我就等到它Load完以後再wrong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寫這個東西 那第二個issue是說 由於目前的結構的關係 我覺得算是設計得不是很好 所以說它目前會有一個Dubication的問題 就是說 欸 我有可能說一下子關掉這個A檔 一下子又打開這個A檔 一下子又關掉這個A檔 一下子又打開這個A檔 一下又打開這個A檔 重複開開關鍵十次之後 你的網頁裡面就會被插入了十次 你所寫的那個Squiggler 那彼此之間有可能會有衝突 所以說另外一個解法就是 你在寫Squiggler的時候 你一定裡面會幹嘛嘛對不對 你可能會做一些什麼事情 比如說像這個case來講 他就是要查一個叫FOS Banner的東西 所以我就前面去檢查 如果假設他已經有FOS Banner這個東西 我就不跑 那如果假設沒有這個東西的話我就跑 簡單來說是這樣 那我有寫了自己有寫了兩個A檔 一個是fix55688的 一個是我們公司外出單太麻煩了 那個要填寫麻煩 所以我就把它弄一個自動填了 只要一打開他就自動填完 然後按一下確定就好了 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在 Hackspace 就是你做到LiceHub的時候 Hackspace找到 那Hackspace裡面就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 我大概就講就是這樣 如果等一下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各位跟我交遊一下 好謝謝大家 好 好 謝謝 就是要搭配Bibox那一遞 那Devive Edition不行 Devive Edition也是ROR 所以基本上設立版人應該可以的 設立版人應該可以的 主要是ID介紹基本上還可以 好 雖然我們是Bibox的活動 但是我們還是要請上官來為我們介紹一下Edge Edge不錯啊 因為我剛才沒有不熟 我剛才剛裝而已 Edge是個不錯的browser 現在可以趁機認識一下 我用好久了 你用好久了 還有誰用好久了的趕快 等一下早上關你獎品 是簽名在那個筆帖上面意思嗎 那我可以先問問題嗎 請請請請問 我Windows 10我去抓了繁體中文的企業 裡面沒有Edge 你是裝了什麼N 他被後面是有個N還是 我沒有分N 可是我抓的不是N 所以是不是因為繁體中文的 沒有沒有沒有應該是 應該是真的抓到 應該真的抓到 抓到的是N 那個是在歐洲發行的版本 可是繁體中文的為什麼會有 不能一直這樣 對 因為我是直接去繁體中文的官網 然後我還有特別注意 他是不是有沒有別的選項 沒有他就有一個選項 但是抓下來你應該盡量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討論好了 就是問題 因為通常你抓下來沒有的話 應該是真的抓到N 就是他背後有一個N的那個版本 好那 好吧 剛才是因為解析度的關係 好 大家應該都知道說 微軟在Windows 10之後呢 我們推了一個新的browser 叫做Microsoft Edge 這是他全名 好 那 Microsoft Edge呢 他本身 如果你稍微知道說 微軟在Windows 10之後 開始要推一個東西 叫做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就是所有的Windows 10的Device 從IoT 然後手機 平板 然後桌機 然後Xbox One Surface Hub 還有那個HoloLens 應該 有聽過微軟的HoloLens的 可以舉一下手 好 那個 應該有一部分 那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search HoloLens 就是一個擴增實境的眼鏡 那在這些平台上面呢 我們希望說 這個將來的application 是for UWP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來開發 這樣子你一個application的package 就可以cross 所有的Windows 10的Device 那H 它剛好就是一個 UWP的application 好處是什麼 過去大家熟知的 深惡痛絕的 IE678這個系列 甚至可能還有人痛恨的更多 那 IE過去有一個問題是 它跟作業系統的底層綁得太緊了 變成說 IE的升級跟Windows的升級 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 在過去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IE的升級這麼的慢 而且另外一點 IE還不能塞白塞執行 就是說 我不能保留IE9 然後裝個IE10 我一升就是IE10 沒有 這個9就不見了 10到11 10就不見了 不能塞白塞 那過去當然有這些包袱 可是在 Windows 10之後 我們知道 既然我們希望 application可以 cross所有的 Windows的Device來執行 那當然 Browser 如果還是用IE的 這種開發架構 那除了效能上面有問題之外 它要做這個 UWP的轉換 也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全新的Browser 叫Edge 那 它擺脫了過去IE的這個引擎 等於自己重新打造 那 它 追求的當然是這個 標準的 web技術 好 那 除了說 它在這個 標準技術上 好 支援得很快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些 部落格還有 嗯 好 OK 好 大家看到這畫面呢 其實是 嗯 微軟 嗯 微軟現在推產品 有三個方向 跟三個重點 那 Cloud跟Business的方面 我不講 一個在對於這個 Window 10 我們視為它是 Personal Computing 一個很重要的平台之下 我們希望說 這個Personal Computing 可以越來越有Intelligent 然後可以個人化 所以包含像是 Edge 打開之後 你看到這一些 這些新聞也好 或者是 它提供的一些資訊 其實都是跟你息息相關 跟我這個登錄帳號 息息相關的 內容 我們希望可以讓你 在瀏覽資訊上面 可以 做更多 好 那另一方面 從操作面 我簡單幾個demo 這個也是 很多 瀏覽器都有的功能 像我們現在 剛才Bub提到 很多人 在網路上面瀏覽的時候 都很想要當廣告等等 那現在其實 所有的瀏覽器 應該都有 支援 閱讀模式 所以像Edge的話 我們也可以像這樣子的 文章的網站 我們也可以 這個 這樣講起來好像不太好 讓它少賺了一點 沒有就是 我們可以更專心在 內容上面 那當然它有一些很不錯的 一些客製化的功能 好像是 字型的調整 或者是 顏色 背景的 比方說你晚上 在被窩裡頭偷偷看的時候 可能光線不足的時候 可以調成深色 那另一方面 你也可以把 這個 閱讀的這個文章 假如說你上班前 開了很多tab 那通勤的過程中 沒有網路 或者是不想要開網路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些文章 加入到閱讀清單裡頭 就是相當於 Read it later的這一類服務 所以 你把這個文章 加進去之後 你可以在沒有網路的狀況之下 把它打開來 繼續把剛才沒看的文章 看完 那還有就是 比方說 我們常常 不管是web開發人員 或者是說 你今天看到什麼網站 想要分享給你的同好 在Edge上面 我們也有這種筆記的功能 你可以在上面 標註你任何的註記 或者是螢光筆 highlight 甚至是可以採檢 好 那弄好這些 做好之後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儲存 儲存Local 就是一樣儲存在剛才這個 像是閱讀清單的 這個區域 把它保存下來 那也可以直接分享給你的朋友 透過Email的方式 或是OneNote的形式 把它分享出去 那分享的話就會 我這個應該沒有設有 有建長 好 分享的話就是分享這一塊圖 出去給你的朋友 所以還有一些基本的 這個網頁 等於說在網頁瀏覽上面的一些功能 好 那今天沒有辦法demo的一個 就是像剛才Bob提到的 將來 Edge也會有這個擴充套件 的支援 那格式 當然也是完全是用Pure的 這個HTML JavaScript跟CSS 好 那我們在今年4月的開發大會上面 有展示 這個相容Google Chrome的 擴充套件 好 所以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要再等於 可能今年年底前 可能會 才會有這個一些相關的開發的文件出來 好 那另一方面對於開發人員來講 比較在乎的就是這個開發人員工具 所以其實現在這樣子 我想各家瀏覽器的Developer Tool 都已經內建了 所以你可以 那功能其實大同小異 就是這些 這些動Element的 這個Check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 直接去修改樣式 我想這個 在Firefast或是Chrome上面 都有非常多的 相關的功能 其實大家都真的大同小異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邊去模擬 不同的 這個瀏覽器來做測試 還有記憶體的Profiling等等 那這個部分其實 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我不特別做Demo 那我比較想講說 在Edge上面 我們除了提供一個這個 Browser給使用者之外 其實我們更大的目標 也是希望說可以跟著 所有的這個Web技術的廠商 包含Mozilla 包含Google 或是Apple等等 我們來這個 一併推動 這個現代化網站的設計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個將來大家寫網站 都是Follow最新的這些技術 那至於這些最新發展的技術 每家瀏覽器的支援的 時間順序或者是 程度不盡相同 或是各有各的優先考量 那在這個Edge的開發網站 你可以打Marden.ie 就是 你只要打Marden.ie就可以了 Marden.ie 前面要不要加DEV都沒關係 它會自動專職 Marden.ie的時候你可以到這個網站 那我們在平台狀態的這個分頁裡頭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列出來 Edge有在考慮 或者是已經支援的一些 新的Web相關技術 那有些是還在考慮 或者說已經在什麼版本 Preview了 這邊可能會講 Windows的10532的版本 會先Preview這些Function 或者是說它已經有了 只是說它可能有加上一些前置詞 所以可能在比方說這個例子 它會在10532的時候 把前置詞拿掉 那如果說你覺得某個功能非常重要 那這個Edge Team可能還沒有 就是它可能還在under consideration 或者是其他狀態的話 你可以注意到 右側有一個投票的連結 那現在Edge的開發團隊也好 或者是所有微軟產品的開發團隊 其實都是以User Voice上面的優先順序 來決定開發的優先順序 所以你如果覺得這個Edge還有什麼功能 沒有 你可以到這邊來投票 那一旦Edge Team決定開始開發之後 它也會寄信跟你說 這個你曾經關注過的這個議題 我們已經正在進行當中了 像是比方說這種in development 就是現在正在開發 可能在接下來的版本就會漸漸釋出 那這個等於說 Edge就不像過去這個IE的時代 即便到IE11都是這個 好像微軟團隊自己一個 一個這個團隊自己開發 決定要支援什麼 然後一年後兩年後給你一個驚喜 其實現在所有的開發進度 所有的開發進度都是公開透明的在官網上面 然後在社群上面跟開發人員來溝通 哪一些這個標準是大家急需 而且重要 所以像是我們看到過去的微軟 你很難看到說 我們去支援很多非微軟的技術 在瀏覽器上面 這個也就是我講公司正在轉型 所以前幾天 昨天才宣布嘛 這個WebRTC Edge上面會是 這個支援 ObjectRTC的這個規格 那還有就是將來會Support VP9 WebM的格式 那稍早的話 其實也有支援像是HLS的這些標準 所以其實 除了這些LivingStandard之外 那對於User還有對於開發人員 迫切想要的東西 我們也會這個順應潮流 就是說來 就是說像HTTP2也好 或者是剛才提到HLS 其實使用者想要 開發者想要 Edge Team就會很認真的把它放進考慮 那除此之外 如果這個以前可能有人有用過了 就是如果你真的在開發的環境 你的專案裡頭 你的老闆還是希望 你要Support一些舊版的IE 沒關係 這個Edge的開發網站 我們有提供你一些 這個免費的虛擬機器 那當然啊 因為這些虛擬機器都是這個 試用版本 所以大概30天90天 自然會不能使用 所以它當然不是一個正式可以使用的版本 但是你用來做開發測試 應該是相當足夠 所以各種的IE的版本 各種IE版本 在各種的Windows上面 我們都幫你準備好的虛擬機器 所以要做測試的話 都可以免費來這邊下載 比方說 你現在如果還很苦命的 要支援IE6 我想這個專案真的做不太下去 那這邊我們也有提供三個主要的虛擬化的平台 像Mac上面的話 Parallels VirtualBox 或是VMware 的Fusion 我們都有提供VM 可以讓你直接download 那 另外就是 我們有這個 剛才提到的Azure 如果你不想要自己跑虛擬機器 我們在Azure上面幫你跑虛擬機器 你就不用自己download那些VM 然後回來裝了 你直接sign up 免費sign up你的LiveID 就是Microsoft Account 然後呢 它會download一個 像是Remote Desktop的Client 它有Windows版 也有Mac版 所以等於說 我們在虛擬機器上 又幫你開好 那個IE的版本 然後讓你做測試 所以這是Remote IE 所以在我們這個開發 Edge的開發網站上面提供了 蠻多的工具 可以讓你做一些事情 那另一方面 既然我們說 我們希望可以幫助 就是說一起 也不說幫助 就是一起來推動 現代化網站技術的一些 這個蜂巢啦 或者是說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新技術了 或者說標準 我們不要講新啦 標準的技術來寫網站的話 我們也有提供工具 讓你 就是說幫你分析你的網站 到底 應該要怎麼樣來修改 或者說調整 比方說 各位阿宅都非常喜歡 狀況的Mobile01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工具來掃 那他就會 就有一支Bot 然後去掃這個網站的程式嘛 然後他就會去看說 欸 在我們的定義之下 這個 他的網站有什麼可以調整 比方說 他的網站內容中很有可能 他這邊沒有列出來 看一下 喔有 可能在他網站中有去判斷 這個網站的瀏覽器版本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比較好的寫法 應該是判斷 瀏覽器有沒有這個object 而不是判斷這瀏覽器是什麼版本 因為現在各家瀏覽器都 版本已經不是重點了 其實都是一直 就是說 如果你十年前開始寫web技術 你很難想像才過幾年 580都已經40了 是不是 然後Chrome都已經45了 對 很多人可能根本就還不知道說這些 因為在十年前那個年代 也是我剛開始畢業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你看的web的書籍 都很愛幫你做一張表 說這個技術 什麼5803 什麼IE8 還是什麼什麼 Chrome 2 都還是這種很小的數字 就突然某一年開始 就是說從Chrome開始 大家就開始 不管version了 因為 不斷的這個嘛 加速迭代 所以 版本已經不重要 所以像我們現在寫 JavaScript Code 其實應該是判斷有沒有這個object 而不是判斷這個browser的版本 所以它會提供一些建議 來幫助你了解說你的網站要怎麼樣去做調整 或者是 這個應該也是很常 很多人會逛的 24小時購物 那它可能就會 看到說它有很多的需要調整 比方說CSS前置詞 它可能就是 曾經有一些網站會說 現在的這個 webkey是一個新時代的IE6 因為很多網站喜歡用這些 webkey的這個CSS prefix 所以造成只有 比方說Safari或是Chrome 看得到的 一些 CSS的定義 這剛好是之前MOS 所以它是MOS 要愛好 OK 好anyway 那我們希望說 減少用到這些前置詞 或者說有一些標準 其實已經 不需要前置詞 直接就可以來寫 你可以支援更多的browser 所以 有這樣的工具 可以讓大家來使用 那這工具也是完全的open source 在github上面 所以 如果你想了解這個bot 它到底怎麼掃的 或者 你想說 我想要拿這個工具 來掃一下我 企業內部 或是內網開發的網站 那 你透過微軟的這個網站 沒辦法去掃你的 企業內部網站 你就把它 好 checkout下來 把這個 cycle scan的這個project scan下來 那它是一個 nodejs的application 所以你就run在你的本機 我們剛才看到 就是 就是這個 我把它 從e-hub上checkout下來 然後把它該要的 這個node modules 裝好之後 直接執行 那它就會在你的本機 跑一個 簡單的這個application 所以你就可以 把你 從本機可以連到的網站 做一個scan 那你可以打 user password 那比方說我還是掃 mobile01 好了 那它最後會generate一個 像是json格式的檔案 那這個其實就是它會把它scan的結果 留下來 比方說 剛才mobile01 它這邊可能就會偵測說 在javascript部分 它沒有通過現代化網站的監測 原因是什麼 下面都會 比方說它用到了 jquery比較舊版本的 這個browser的這個 variable 或者是 弄到了user agent 所以 可以用這個工具來 幫你去調整一些網站 或是給一些網站建議 它怎麼樣來讓它的網站 可以用比較新的標準 或者說比較好的寫法 來開發它的網站 好 那最後 當然就是 可以讓大家 就是說 如果你對於Edge的發展 有興趣的話 就是我們Edge Development的blog 它就會 這個 說現在開發了什麼樣的新功能 支援什麼樣的技術 都會announce在上面 那如果你習慣用Twitter的話 Edge也有一個 Microsoft Edge Development的這個 帳號 可以來follow它的一些相關的建議 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跟它對話 就是 你覺得需要提供什麼建議 都可以直接從Twitter上面來回答話 所以 我對Edge的介紹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是用Windows 或者是你 這個最近裝了Windows 10 想試試看的話 我覺得 當然除了Firefox之外 也可以試試看Edge 當然我相信 絕對會有這個 很快又會有一篇 可能文章還是照片 就會說 Edge的功能就是拿來下載Firefox 不過我想說的是 Windows 10上面 可以下載Firefox的 不只是Edge 我們還是保留了IE11 當然做一些相容的網站 因為有一些網路銀行的客戶會問我們說 那ActiveX怎麼辦 因為Edge不支援 這個binary的component 它未來會有extension的架構 但是還是走向PureHTML JavaScript的方式 所以過去這些網路銀行的ActiveX的話 只有還是回到IE上面來操作 好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他現在這個Edge 他有自動把Flash block起來 Flash 目前Flash的話 他是唯一 在Edge上面唯一一個 等於說官方內建的component 那是由微軟來維護的 對 那是由微軟來維護的 對對對 很容易啊 所以你就以後就不用再另外裝 不用不用不用 哦 Edge還是 Edge也有 初步也有那個 他還是有一些東西可以操作 好 剛才還有 請問那之後 IE還是會繼續再做開發 不會有IE12 不會有IE12 但是IE11的核心 會TOPO Windows Update 來更新 但是表皮就是 永遠就是IE11而已 不會有IE12 就是數字不變 但是其他東西都變的 就是說它可能 裡面的 比方說Chakra Engine 跟它的原本的Rendering 那個Tradient 它會有一些Update 或者說安全性 只要 微軟沒有沒有公告說 IE已經End of Support的話 安全性的更新還是會更新 那只是說 以IE這個軟體來講 它的版本 就是停在11 major version 就停在11 就以後只會做維護 然後不會做一些新功能開放 對 新功能應該都是在Edge上面 好 問題一 那個 請問一下Edge的更新頻率有多快 這個目前沒有 目前我們沒有從產品 已經拿到這個Frequency的保證 但是它等於說 它已經 因為它是一個UWP的App 所以它跟作業系統的更新 是抽開來的 它會透過Windows Store來更新 所以第二個是 作業系統 現在作業系統 已經從IE Decouple掉了 所以現在不會有 它也不會去Decouple Edge 那就是 跟Edge不會綁在一起 對對對 ok知道了 因為Edge 它本身就是一個UWP的App 那等於說 它跟作業系統中間 已經有一層UWP在 對 所以 對 它的版本是它自己會更新 它不用管OS 謝謝 好 大家還有問題嗎 有嗎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希望大家接下來玩得開心 謝謝 欸 你等一下還會在這邊嗎 我看一下我兒子的狀況 呵呵呵呵 剛好聽到它哭聲了 所以 沒問題 等下再十分鐘之後 我們就會出去 好 就可以一起來吃蛋糕 ok 好 那個 大家如果等一下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場有一些微軟的同事 像大家看到 角落的這位小姐呢 Jennifer 她是我們現在 在微軟做 跟我同部門 做audience marketing 所以社群相關的 一些合作 其實這一次 Ervin跟她借場地 就是跟Jennifer借的 所以 等一下大家社群上面 有一些想法 也可以跟她 多一點交流 因為我等一下可能 不一定會在這邊 好 那希望大家在今天的 軟體自由日 玩得愉快 謝謝 謝謝 好 那 欸 錯邊 想說怎麼會藏不進去 今天的 呃 我是今天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分享 分享的最後一個段落 那接下來 呃 我分享完之後就會有 接下來就是 我們就會移動到中間那邊去 有蛋糕 好 好 那 欸 出來了嗎 出來了 好 大家 可能你會看到你的左臨右色 會有人在 會有人在 用這個聊天頻道 呵呵呵 呵呵 你的左臨右色 可能會有人在手機上 然後在用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我們現在 萌伊拉社群 我們現在都用這個 這個Telegram 的聊天頻道 就是即時聊天這樣子 對 那 因為要給大家 就是 就是目前 全世界各地的萌伊拉 大部分就是 很多國家都 都會開 都開了Telegram頻道 那它的功能就是跟LINE一模一樣 只是它更安全 對 因為它是一個 被俄羅斯 通緝 之類的 然後逃到歐洲去開公司 的人 所做的軟體 那大家可以直接掃 就可以直接加入我們聊天室 對 好 嗯 欸 它是之前做搜索引擎的嗎 什麼 Telegram的創辦人 VK 哦 對做 之後 做VK 對 就在俄羅斯最大的Social Network 結果它就被 他們的 它現在是總理還是總統 它一下當總理一下當總統 我一告訴你 被普丁給 被盯上了 然後就逃到歐洲去 對 然後就開了這間公司Telegram 然後就做了這個時候 號稱就是不會被 國安局或NSA之類的 所抓的 比較安全的加密通訊軟體 那它可以點對點加密 點對點加密通訊 所以在之前也已經被大陸給認證過了 因為維權律師都是用這個 然後 他們抓維權律師 那個週末就 這個就被滴滴為死了 對 就那整個週末就完全連不上去 然後 週末過後就維權律師都被抓走 對 已經被大陸認證過 它是非常安全的通訊軟體 那我們現在都會在這上面聊天 或者是有什麼消息啊 或者是新資訊啊 或者是有什麼 新的可以幫忙的地方 通通都會直接丟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在手衣上裝 或者是可以在web上有 那好處就是它可以在web上有 對 像它有web介面 然後有手機介面 然後可以多平台登錄 然後各個平台都有 對 然後可以多平台同時登錄 好 這是Peregrine的小宣傳 接下來我會跟大家分享兩個 Windows 10相關的FiveFast的影片 那第一個是在Windows 10升級 Windows 10的時候 如何保留FiveFast 作為你的預設瀏覽器 第二個是 如果你新裝了Windows 10 要怎麼把FiveFast 設為預設瀏覽器 這兩個是 就是目前Mawaiya行銷部門 一個很大的困擾 對 因為升級Windows 10之後 你的預設瀏覽器就會變成Edge 然後很難改回來 就是改回來的步驟還蠻複雜的 對 然後接下來我會就是快速的介紹 呃 呃 我會快速的介紹就是 嗯 FiveFast從 大概從Australis之後 這一兩年的新功能 那這個部分本來是小B要講的 但是他今天掛病號 所以說 我只好拿他的頭影片 然後看他到底寫了什麼東西 好 那先看兩部影片 沒有跑到那邊去 I am going to show you 沒有畫面 對對對 沒有畫面 完全沒有畫面 這有中文字幕了 因為上禮拜做完了 對阿 I am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change your default browser on Windows 10 First Launch your preferred browser You will be prompted to make it your default browser Let's go ahead and click use as default 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HK好不穩喔 稍微碰到它就掉了 又回來 這個步驟就是 這個步驟就是 不只是FiveFast而已 如果你要設Opera 或者是設Chrome 預設瀏覽器 都是一模一樣的步驟 對阿 就是以前 以前我們是在這邊 設 選擇 設成預設瀏覽器 它就變成預設瀏覽器了嘛 但是現在它會跳出控制台 然後接下來你就要自己做 這是最大的困難 Default Browser Let's go ahead and click use as default You will be shown a list of default apps in the settings window Scroll down to the settings for default browser And open it to change to the default browser When you do this you should see a list of web browsers that are already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You can pick your preferred browser from this list and that should make it your default browser in Windows 10 Windows 10 is a great new operating system 喔 已經跳到第二部了 剛剛那樣子就是 你要在控制台裡面選 選你要哪一個瀏覽器 它才會變成預設瀏覽器 對 那 我發現有些人已經加入我們留言頻道了 對啊 那 這是第二部影片 就是如果你裝了Windows 10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選擇 就是 你Windows 10的預設設定 因為安裝Windows 10的時候 它有一個就是 使用Express設定 它就會有一大堆選項 通通設成Express 通通設的預設值 對 包含的就是 呃 包含的就是 會傳送你的位置資料啊 然後會 呃 傳送你的什麼 使用狀態啊 之類的 對 Many people are surprised Default Web Browser and privacy settings have been automatically changed when they upgrade here's how you can keep the browser you love with a few extra clicks Instead of using the Express settings during your upgrade choose Customize settings this will help you get things just as you want them the first step is to set preferences for your personal data which includes granting Microsoft permission to use your location and advertising ID set these as you like and hit next Following that you'll find settings for SmartScreen page prediction and network connections these can affect your privacy and security read them carefully and choose the settings you want click next when you're done lastly under New apps for the new windows click on Let me choose my default apps in the bottom left then simply uncheck Microsoft Edge this will keep Windows 10 from changing your default browser when you press next all of your personal preferences will be saved and just like that you're good to go with your favorite browser and privacy settings just the way you want them 這是升級的時候的 oh 又跑出來 剛剛那個是升級的時候的步驟 就是升級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那個 預設選項嘛 那個要選擇 不使用預設選項 然後進去之後 它會有一個就是 預設程式的部分 然後再去選說 就是你不要用Edge 當你的預設瀏覽器 這樣它才不會變成 預設瀏覽器 不過當然也是可以讓它 變成預設瀏覽器 不要沒有什麼意見 現在只要不是用WebKit 的瀏覽器 我們都很支持 對 就是 我剛剛也做了一個 就是用Edge來下載 Fivebox的動作 對 它本身就是我們最快樂的 好夥伴 這是 Fivebox 39的樣子 那 Fivebox 40 就是號稱說 支援Windows 10 所以說 我想要看看 就是39跟40 到底有什麼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就下了 Fivebox 39 然後我另外抓了一個 Fivebox 40的安裝檔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它 中中看 看不到 現在大家在Telegram上面講話就會跑出來了 好 沒關係 那 我點不到它 沒關係 那我先看小V的投影片 就是 我們接下來這個 接下來會快速的介紹就是Fivebox的 最近的新功能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真的會非常快 對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 就是 其實他昨天還把投影片丟出來 所以 所以 我抄了一下就是 他到底想要講些 想要介紹哪些功能 全音 全音在哪兒 最下面 下面 最下面還在哪兒 上面 這些度有點不夠 好 那 大家一直在 大家一直在聊天 就會一直跑出來 而且 而且因為是HDMI 所以我最後不能關靜音 好 那 最近 火狐裝新裝 大家可以想像小V就在這邊 為大家介紹這個 新功能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 Windows40的Fivebox Windows40的Fivebox 上面的 上面的Titlebar變小了 然後 也變成就是比較像 Windows10的風格 對 那 那第二個是 Edge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把Edge也放進去 就是這個畫面上面 對 這是要解解釋說 怎麼適合預設浏覽器 對 會 如果你在 就是你選 在你開Fivebox的時候 他會問你要把射程預設浏覽器 然後你按 確定 他就會跳出這個東西來 然後你就要自己到那邊去選 說你要 Fivebox或者是其他浏覽器 當你的預設浏覽器 對 這就是之前 之前 Moeira還開了一個 Ctrl加Z的部落格 然後還寫了一篇什麼公開信 要大家寫信給微軟 抗議就是為什麼沒有預設浏覽器 API的這件事情 好 那 Fivebox在 38的時候多了這個 就是把 他把 設定介面放到分頁去了 就是分頁也變成就是以往頁的方式來呈現了 那其實有蠻多的好處的 第一個就是像 一些 就是他不太 不再會 就是因為設定太多嘛 然後就會擠到畫面外面之類的這種問題就不會出現 對 那他也比較好修改 比較好擴充這樣子 這是38的時候 然後 Ruby Ruby在 38也是在38的時候支援的 Ruby就是 日文字上面那個小字 那個表音的符號 對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我們現在每個禮拜五晚上都在 在 光華商場那邊有個 自己的社群場地 摩之公聊 每個禮拜五晚上都有聚會 然後 剛好前天 晚上 Ruby這個功能的製作者就有來 就有來公聊 對 所以如果大家在台北的話 歡迎每個禮拜五晚上來聚會 那你就可能會碰到很多很多人 他剛好 他是在澳洲的 的大陸人 然後他寫了Ruby這個功能 然後就剛好來台北 所以我們就找他來了 OK OK 不要 不要 不要轉移話題 呵呵呵 我要被你趕下台了 Focus Ruby38多了 Pucky的功能 這雖然是一個就是很 很多爭議的東西 對 但是其實他還蠻好用 但是他真的蠻多爭議的 那我們之前在MailNinist跟在 Teregrine上面也討論了蠻多相關的東西了 一直到現在都還有蠻多爭議 Focus 我知道看到了 然後 社群UI在 35的時候更新的 就是下面多了 就是選擇搜索引擎的部分 變成跑到下面去了 對 那好處是什麼 他們是說就是你可以打完關鍵字 然後直接按那個 選擇搜索引擎 他就會跑去 他就會跑去那個搜索引擎 然後這個是 oh Extension Sign 在 在多少的時候 在 這個小兵沒有列 在應該是最近這個版本 就是應該是40 或者39之後 我們就 MailNinist要求所有的套件都必須被簽署 那要怎麼簽 就是你要把套件上到ADOM網站去 然後ADOM網站會做自動測試 測試完 測試通過就會自動簽署 然後就可以把套件再下下來 就是開發者 如果你自己開發者 你要自己用自己的網站 來散播套件的話 你就 你還是必須先上到ADOM 然後讓他簽完之後 再把它下下來 再放到你的網站上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我們 我們會發現有一些套件 會 會 侵犯用戶隱私 或者是有惡意程式在套件裡面 那 只要有上過ADOM網站的話 他就會做那些自動測試 就會避免這個狀況發生 對 所以就算你自己要host 你還是得要先上上去讓他去測 這是 最近這個版本套件簽署的原因 對 那 他會造成一些麻煩 就是如果你要開發ADOM 或者是要開發 就是如果你是開發ADOM的人 或者是你要用一些沒有簽的ADOM 你就得要用AORORA去簽 去開 對 不是AORORA 你就要用開發版 Fivebox開發版 他 就可以把這個簽署的功能關掉 對 那正式版裡面就是 安裝上面就是一定要簽就對了 不簽他就會被停用 這樣 這一陣子我就看到蠻多套件 就是如果在Github上的套件 就都會有人去開issue 就是你的套件沒有被簽 那40版以後會被停用 41版以後會被停用 那就很多作者也是在這幾個月內在改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很多開發相關的功能 對 HTEP2 36 然後SSLB3被取消掉了34 這件事情造成的就是 教育部憑證被 臺灣政府憑證也同時被停用了 SSLB3 對後來我們跟研考會的 研考會負責簽政府憑證的人 就是 就是有聯繫上 然後就有他們就有說他們 他們有在處理這件事情 對然後他們也找到方法可以讓 其他領軟器先用舊的憑證 對 就是這件事情有在處理 然後還有 PublicKey H264支援 開發工具 最近有蠻多新的開發工具出現 就是開發工具內 有蠻多新的功能出現的 然後還有 W3C EME 就是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爭議的事情 就是在Firebox裡面內建 DRM的工具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 美國的一些線上影音網站 他們都用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的H 你的AP4的播放不支援DRM 那就變成就是 很多人看影片就沒辦法在Firebox上面看 所以就變成 就是為了使用者 為了很多使用者的需求 就得要有這個功能 那 當然因為很多人其實是反對DRM這件事情 或是反對Property Code這件事情 所以魔妖另外出一個沒有DRM的版本 你可以在 更多版本裡面 可以下載得到沒有DRM的版本 好 看來 結束了 這是最新的Firebox的功能 大概從30左右到現在的大部分的新功能 那Firebox現在是Release Train的狀況 就是一個半月會有一個新版 所以說現在是40 那大概一個月後就會有41了 喔 那 那 那接下來呢 就是Firebox在Windows10上的優點 Firebox在Windows10 的 Firebox40 就是在Windows10上最好的 這是最新的版本 然後這兩個影片 好 那現在分享的時間就全部結束了 等等等等 吃吃蛋糕時間 那我們等一下就 大家就全部移動到那個地方去 那個地方 我們外面那邊 然後蛋糕會在那邊 然後我們還有 呃 有兩種 兩種小小包的鋁箔包的飲料 那大家可以就是一人選一種這樣子 那我們會在那邊吃蛋糕到幾點 BUB 應該是有20分鐘吧 你就先當個20分鐘